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孟子研究院特聘儒学大家学术委员会主任 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兼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中央文史馆馆员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中华桌子学会会长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 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院长等 学术领域为中国哲学史 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 宋元明清理学 现代儒家哲学 其研究成果代表了 目前本领域的世界领先水平 2015年曾在中央政治局 第29次集体学习担任主讲人 那么第四点呢 我们要讲的是大学的文本 那么大学文本呢 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部分呢 是讲大学古本 第二个部分呢 是讲大学的改本 那么正玄呢 最早为这个大学呢 因为他整个为礼记作著啊 那么唐代呢 孔英达这个编撰五经正义 那么礼记呢 礼记的正义呢 当然主要就是用 这个正玄的著 他自己呢 也做了书 自己也做了书 那么正玄著孔英达书 这个礼记本中的这个 这个大学 这个文本 那后人呢 我们也称为著书本大学 这个 到了明代啊 就把这个著书本大学 称为古本大学 大学古本 因为他是 汉代出传下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 当然是古本 应该说 这个唐以后啊 宋 是吧 元时代的人 对这个著书本呢 不太重视 不太重视 从北宋啊 以后啊 经过二成和朱熙 这个改本的影响 大家都不用这个古本 更多的都采用改本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这个 大学文本的 这个第二种形态 下就是大学改本 大学改本 那么接下来呢 就到了这个朱子的改本了 那么朱子的改本呢 这个 他吸收了 这个北宋二成先生 对大学文本的 这个调整 那朱子的这个改本呢 不仅如此 不仅是区别经传 是吧 分别这个纲领条目 是吧 这个 那么朱子呢 还做了一件 特别突出的事 就是 他不认为这个明道先生 说讲的 说那个格制的条目啊 在那个大学 原来的古本里面有 就是那个 自天子 以至于庶人 此为之本 此为之之之也 说这是格制的那个解释 朱子不认同 他认为就是缺了 是吧 那这样一缺了呢 我们看这个朱子呢 从文献学上来讲 他跟二成的理解呢 有一个不同 就是二成认为 只有错解 没有缺文 但是朱子认为呢 既有错解 又有缺文 错解就是要把那个 解释三纲领的 那部分文字 康告约那些 挪到前面 读力出来 缺文缺了什么呢 就是缺了 那个格物置之的 那个解释 是吧 你先前面都有 所谓成奇异者 所谓修身 所谓奇迹家 他说就应该有 所谓之之 或者所谓格物 那怎么办呢 是吧 朱熹呢 就是为了 他并不是要冒充古本 古本 他就是从这个 传播这个大学的 这个义理 从道学的角度出发 是吧 他就 自己做了一个 补格物置之传 所谓置之在格物者 是吧 就把这两个意思 他做了一个补传 那补传呢 是应该解释 什么是格物置之 是吧 那你那个大学 这个文本就没有了 那你靠什么来补呢 你又不用他自己 里边的东西 朱熹也说明了 说我主要是 依据二成先生 对格物置之的解释 我做一段 做一段补传 是为了便于大家学习 不是冒充古本 是便于大家学习 它的义理 因为他认为 大学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格物 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个 什么是格物 格物的重要性 就做了这个 补格物置之转 这也是他后来受到人 攻击最大的一个地方 人家说你怎么能补呢 是吧 没有就没有了 是吧 他不能补 是吧 所以很多人提他 不应该做这个补传 但是呢 朱熹自己也讲了 是吧 他也不是为了冒充古本 是因为这个地方 最重要的环节缺失了 是吧 所以他要依据二成的思想 是吧 要在义理上 要补足 对格物的说明 也是不得已的 那么这个呢 可以说是 朱熹啊 他的改本里 最大的一个 如果说亮点的吧 那这点 那么当然这个 最后一点呢 就是 朱熹呢 把这个 他所做的这个改本的 这个大学呢 编入四书 大学张句 中庸张句 和 轮椅集注 孟子集注 河边为四书集注 四书张句集注 这个呢 在 南宋以后 这个经典的历史上 鲁家思想的历史上 起了很大的作用 是吧 应该说这个做法 在根本上 提高了大学的地位 是吧 这个奠定了大学 是吧 在这八百多年来的 这个 这个 深远的影响 是吧 这个如果没有朱熹 把四书编在一起 是吧 这个举措 就是把大学和中庸 提高到跟 论语孟子 相同的经典地位 那大学不可能在 这八百多年里面 有这么深远的影响 那么这是 这个 我们讲的 这个 关于大学改本 大学改本 那么大学改本呢 这个 以诸子的改本 作为 这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形态 那么 在这一节 我们最后呢 再提到 这个明代的王阳明 刚才我讲了 这个大学古本呢 因为大学古本的时候 并没有 具体的讲王阳明 这个 我们讲这个 大学古本的概念呢 到了明代 是王阳明提出来的 这个 王阳明在跟这个 战甘泉讨论这个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用这个古本的概念 它是针对 改本 所以大学古本这个概念提出来啊 它就是针对这个改本 而且是要 要压这个改本一头 说我这个是真正的古本 你们那个都是后改的 所以呢 这个 他做的这个 这个书啊 叫做大学古本庞氏 这也 也有叫做大学古本庞柱 突出大学古本这个概念 这个是一个 完全反对成主理学大学论的 这样一个文献概念 那么 王阳明呢 他是针对朱熹啊 他就认为啊 这个大学啊 本来 他说无错检之可证 本来就没有错检 没有错 没有错检 你怎么才纠正他 还有改正大学啊 无缺文之可补 朱子不是补啊 格物指之传 他没有缺文 你补什么呢 是吧 所以他说啊 无错检之可证 无缺文之可补 是吧 那么 然后呢 他这个特别是把这个朱熹的这个对格物的解释废掉 建立自己对格物的解释 就是发明心计理 格物即格心 这样的讲法 那么晚年呢 他又发明智之之说 智之之说 就是良知论 是吧 产发他的良知之学 是吧 所以这个王阳明呢 应该说 这个 他的这个 有关于大学古本的观念的提出和确定 是吧 他不是一个 从一开始来讲 就不是一个文献学的工作 他是带有明确的这个思想的指向 就是要废除 成诸理学 关于大学和格物的理解 建立在新学基础上的格物论和良知论 那他的这个大学古本的这个 这个讲法呢 这个 从他自己来讲呢 当然是我刚才讲是 他是一种 这个 关于思想上的活动 但是他这个输出了以后呢 在明清时代啊 就带起了一大批 关于大学古本的研究 那有些不是完全 是一定要反对朱子学 强烈的在思想上反对朱子学 在文献上 到底哪个是正确的 掀起了一波新的研究 就关于大学古本的研究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吧 是吧 关于那个大学的文本 好 那么第五点呢 我们讲讲这个大学的思想 大学的思想 那么大学的思想呢 我想呢 也讲三点吧 就是 先讲这个大学的 这个大学的问题意识 和这个问题的重点 前面我讲的那个 这个就是这个政选呢 政选讲说 大学 什么叫大学 以及既博学可以为正 我讲呢 他前面那句话可能是错的 可是后面那句话呢 可能是正确的 就是大学并不是讲博学 可是大学包括为正的 这个方面 这个呢 应该说他指出这点呢 还是正确的 就是 因为我们呢 这个 由于跟学技的这个对照 我们往往有的说呢 会比较狭义的理解大学之道 是吧 认为大学呢 和大学之道呢 仅仅是教育学意义上的教育之道 主要是讲教育思想 那么这个理解呢 应该说 他有些狭隘的 因为大学里边呢 这个八条目里边呢 这个齐家以后啊 治国平天下 明显是跟为正有关系 所以正确讲啊 这个最后讲是为正之书啊 他是有所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大学呢 他是把个人修养 社会实践和最高理想 他是放在一起论述的 因为我们后来的讲法 大学呢 应该讲的是内圣外王之道 修己治平之论 不是仅仅修己 不是仅仅内圣 他是要彰显内圣外王之道 是吧 要建立这个修己治平的大道理 那么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啊 我们看这个 这个 关于这个大学的这个主题和问题意识的理解 应该说在历史上经历了几种改变 唐代以前 我们看对大学的理解 主要侧重在为正论 正确就是一个特点 以及 即这个博学可以为正 落在为正 这个 这个孔颖达 是吧 也讲了 说此大学之篇啊 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 都是非常突诸为正治国 因此呢 我们看这个古人呢 对这个大学的主题和问题意识的重点的理解 是有所不同的 唐代以前我们可以说呢 他是着重在为正论 也可以说治国论 那么宋代呢 我们看开始呢 其实呢 他的重点呢 认为是在修身论 这个 虽然他们的解释里面 也对治国平天下做了解释 但是宋代以后 宋如 他们的重点 是把这大学的理解放在修身论 那因为修身呢 也是大学的一个主题 是吧 一是以修身为本 那么 但是呢 修身的重点 宋如呢 是放在格物 宋人是放在格物 那么这个可以看在 看出这个 学书思想史上的一个变化 就是对大学的 这个理解 从宋代开始 有几百年里面 都把这个大学文献的问题意识 和理论重点 放在格物 一会儿我们还会 还会细讲 是吧 这个 那么到了这个明代 它才发生转变 就是认为这个修身论的重点呢 它 它不是在格物 应该是在治之 治之就是治良知 在治良知的基础上 是吧 来界定格物 那么其中呢 这个 这个具体的变化呢 我们可以再 简单的讲一下 是吧 就是汉唐以前 汉唐吧 这个时代 唐代以前呢 这个侧重在 唯正论 一方面是 这个政玄所代表的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 汉玉 汉玉 那么汉玉的原道里边呢 就开始引用了大学 说 转曰 古之与名德德与天下者 是吧 这个 然后它结论是说 说 古之所谓 正心成义者 将以有为 这大学讲的 宗明明德到天下 到正心成义 都是一种有为论 不是无为论 批评佛老啊 是无为的 说 这个 说金呢 说今天啊 欲置其心 而外天下国家 离开天下国家 去正心 灭其天长 就违反了天然的伦理 是吧 说 子焉而不富其富 臣焉而不臣其君 民焉而不施其业 不施其事 就是 在中国 这个 在五轮中啊 这个每一个五轮的那个 职分所在的那个位置上 都忘了自己职分之所当然 这个就是 受到这个佛老的这种无为思想的影响 根本违背了大学的观点 所以韩玉呢 应该说 他主要是把大学 作为一个政治 政治伦理的经典 用这个大学呢 来维护社会的宗法秩序 伦理 伦理刚常 和社会分工 强调呢 是吧 这个 这个 乳学啊 在大学里面所体现的 那个关于社会义务的强调 是吧 这个七家 治国平天下 社会义务 所以用这个呢 来批评当时的 出世主义的宗教 因为出世的宗教呢 都违背你自己 每个人所负的社会义务 所以对这个出世的宗教 是一个有力的批判武器 因此呢 这个韩玉呢 他对这个大学的引用和态度 很明显 他是在政治上 在伦理上 来抨击佛教 他还没有深入到 像格物啊 治之啊 这些问题上 所以他的立场 是个政治论的立场 所以我们讲 这个唐以前啊 他重在唯政论 这个从这个 这个政权的解释 到这个 这个韩玉的发明 代表了 那么这一点 那么 宋代以后 是吧 我们说呢 这个大学的重点呢 应该说 已经从政治论 为政论 转移到修胜论 转移到修胜论 但是修胜论的重点的变化 应该说 应该从唐代开始说起 那就是孔盈达 那孔盈达呢 刚才我们讲啊 他是说强调这个是 要能治其国 是吧 那么 成义为始 那么孔盈达这个讲法呢 就是说 如果讲修胜论的话 孔盈达的实在认为 大学的修胜论 应该是始于成义论 成义论 即使开始 也是重点 这是 我们看到这个修胜论的重点 在唐代是这样理解的 应该说呢 这个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合乎 那个大学古本的 那个论述次序的 因为大学的古本呢 因为他把那个 那个成义 那个对成义的解释 那个放在特别前面 放在特别前面 那么这是 我们看这个 关于这个大学的 这个思想重点 修胜论的重点 早期是在成义 那么接下来到北宋 到南宋 就开始变成格物论了 不是把成义论 作为大学之始 大学的重点 而是把格物 作为大学的 基点 和开始入手的地方 这就是二成和朱熹 那么这个理解 有没有错呢 也有他的道理 因为这个 八条目的这个逻辑关系 最后它是归结在 是吧 格物指制上面 他从这个 于明 明德于天下 是吧 一直退退 最后退到是 指制在格物 所以这个 二成和朱熹啊 重视格物呢 在这个文献上 也是有他的理由 在整个这个体系的把握上 也是有他的理由的 那么 最后呢 第三个变化 就是到了王阳明的时代 那是对整个朱子 理学的大学论的一种反叛 所以特别强调 这个对制之的理解 就是制良知 把这个知解释为良知 用制良知 来收设格物 和其他的这个条目 是吧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第一点呢 就是 大学的那个主题 它的问题意识 它的理论重点 在历史上的一种变化 在发展中的一种变化 这是我们讲大学思想的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我们就讲一讲这个 这个大学格物论的诠释 这个因为这个大学呢 这个从历史上来讲呢 那么 它的政治论的这种讨论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争议 论辩 如果说这个大学这个文本 它的思想 引起讨论和论编最多的 还是格物 所以我们呢 简单讲一下这个文 关于这个格物论 它的诠释 在这个历史上的演变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看这个正玄 是吧 正玄 那么正玄呢 注视格物 说格来也 物 由是也 其至于善身 则来善物 至于恶身 则来恶物 原人所好来也 那么这个讲法呢 来有这个招引的意思 是吧 招引的意思 说你 你对那个善的了解身 你就能招引来那个善的东西 你对那个恶 恶你那个了解的身 是吧 你那个就招来的是那个恶的东西 是吧 他所理解的格物呢 是一种感通论的讲法 是吧 道德感通论 是吧 这个 以至于善身 则来善物 是吧 猿人所好来也 那么这是这个 这个 郑璇 是吧 他早期的这个注释 那么这个注释呢 这个 在后面呢 这个 当然也影响到孔宁达 影响到孔宁达 但是从唐代来讲呢 比较有代表性的 还不是孔宁达接受了这个政权的这个解释 而是韩语的弟子啊 这李敖所代表的一种 对格物之之的理解 那李敖呢 他写一篇文章啊 他就说 说什么是智之再格物呢 智之再格物什么意思呢 然后他就回答说 物者万物也 物就是万物 是吧 格者来也 智也 格者来也 来也还是正玄的讲法 但是他加了一个智也 智就是到什么地方去 那个智 智善 止于智善 那个智 然后他解释 说物智之时 就物来到这的时候 物智之时 其心昭昭然 昭昭然是很明白的 是吧 明辨焉 而不着于物者 是智之也 是吧 那什么是格物啊 就是物来了 物来了以后 你的心还非常明白 昭昭然 这是格物 什么是智之 你的心 心能够明辨 明辨于物 可是不着于物 不执着于物 这个叫智之 是吧 所以这个心昭昭然 和不着于物 这个讲法 就看出来 是吧 李敖 所理解的这个格物智之论 他是受到佛教的影响 他是受到佛教的这种影响 那么那李敖的 我们看呢 是吧 这个 这个讲法呢 他讲的是心悟论 讲的是心悟论 那么这个心悟论呢 但是他是用养心论的讲法来讲 他不是一种认识论的心悟关系 你要朝朝然 而且能够不着于物 他更多的是一种养心论的讲法 我们说那个正玄 正玄论是个感通论的讲法 但是李敖 李敖是一个养心论的讲法 所以他对格物 对智之的解释 都染着佛教的色彩 这是我们看这个李敖 李敖的这个讲法 那么接下来呢 到了北宋 接下来到了北宋 那么北宋呢 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成义 不是成号 那么成义啊 他是这样说 说格 智也 言穷智物理也 这个格智也 智也 吸收了李敖的 这个讲法 当然来也好 智也好 在训辜学上 都是有根据的 不是哲学家的编造 有训辜学的根据 但是他特别提出来 应该说应当是 也受到了李敖的影响 就是格智也 智是什么呢 穷智物理也 这个是智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智呢 就是你穷理 要到那个物上去穷理 你要智到那个物上去穷理 你不能离开那个物去穷理 所以他老说穷智物理 这是一种讲法 好吧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 讲的不对的地方 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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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